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Claire Voice 大家看这个词Claire Voice Claire Voice叫什么叫做透视 或者叫做洞察力 形容一个人的一个敏锐度 敏锐洞察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那么咱们在很早以前 其实学过一个单词 这是高考的词汇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叫Inside 洞察力 I-N-S-I-G-H-T 那么后来我们又讲了一个单词 还记得吗 咱们在这次书当中 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叫做Acumen这个词 还记得吗 男人很尖很精明 还记得吗 A-C-U-M-E-N 回一回用手写写这个单词 Claire Voice 也比较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洞察精明透视 这词变什么比较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 大家还是能判断出来 咱们已经上了这样几个小时课了 大家会发现 做背单词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要首先注意 把前后缀去掉 就记它核心的一块对行了 名词后缀 看看这个词 A-N-C 那这词为什么叫做很精明 很洞察力的感觉 它这个词其实来自于谁呢 你读一读Claire Voice Claire Voice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谁 Claire 前半部分就是来自Claire 把这Claire抓住就可以了 这个词就会好奇很多 第二部分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V-O-Y 大家注意一下 V-O-Y它作为词根来讲 就是注意一下 它其实是来自于谁的一个简写变题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看这个词根的一个简写 因为今天你看读成V-I-S 这是V-I 它把这个轻辅音 在第一节课我给大家说过 在造词的时候 轻辅音在词 造词的时候在词尾的时候 是可以被去掉的 它其实是来自于看这个词根 V-I-S 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这个词根就是Claire 它的词源是来自于清楚 第二部分来自看 就是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说它是透视 或者是洞察力的意思 咱们说它是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读一读Claire Voice 读一下Claire Voice 它就是来自于Claire这个词 这个词呢 没有什么其他展开的词 那么注意它的同一词就行了 Acumen 看得清楚 记住我的解 就记它前面前五个字母 是来自Claire 很清楚的感觉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Claiment 表示我们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和蔼可亲的宽厚仁慈的 咱们在之前讲了一个单词 叫做良性的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叫做Benign 回忆回忆这个词 Benign也是表示人 叫做和蔼可亲 还有叫Amiable Amicable 回忆回忆 爱慕两个词 那么或者表示天气 就是温和都可以 Claiment这个单词呢 首先注意它的反语词 这个反语词也是比较常见 就是前面加一个in 用in来否定 叫Inclement 用这个词来否定 表示天气就表示狂暴的 你看一会下雨 一会下雪 风雪交加 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叫做Inclement 狂暴的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人就是冷酷无情的 人冷酷无情的 用in来否定 这个词为什么我们说 叫做温和 情绪人也是很温和的感觉 它的词源是来自于谁 首先注意 这个词的后缀呢 它是ENT 不是MENT 因为只要知道 MENT呢 它是名词后缀 那这个你看大家 它什么词性 它是形容词 所以形容词 这个后缀判断出来 应该是ENT 这个词来自于谁呢 你读读 climate 现在大家看一看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谁 就是来自于一个 幼儿园词汇 叫climate 来自于气候这个词 所以把它俩放到一块 放到一块 跟词源放到一块去读 climate 形容天气温和良好 是这样一个意思 原因之间发生一个 同价替换 意变成了 这个后缀变化 也就是天气温和 climate 但大家注意一下 那它的名词呢 变成谁呢 形容人 宽厚人词 是cy结尾 这个强调 不是ce 因为ENT结尾的形容词呢 一般变名词的话 可以变成cy 它也可以变成ce 都可以 它的名词是clemency clemency clement 好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不多说了 那么让我们继续看 下边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cogitate 叫做cogitate cogitate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思考考虑的意思 其实这个词 咱们之前已经给大家 讲过一次了 那么还记得这个词 跟煽动那个词 放到一起吧 煽动某人 做某事 我说走啊去行动 那个词根还记得吗 叫agitate 大家回忆一下 就把这个前锯换成a agitate 那么这里面这个词呢 我说要一起行动 一起思考 cogitate to means to consider something carefully 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仔细考虑 仔细思考 叫做cogitate 这个词呢 现在这里面我强调 它的用法 它被这词on使用 cogitate on something 大家一起去行动 大家一起想一想 叫做cogitate on 那么这里面这个词根 就不再展开讲 大家可以翻开之前的笔记 去找一找 那么这里面我主要讲一讲 它的同义词 我们说叫考虑思考的词 还有哪些词 我们在北美考试当中 看看有哪些 第一个单词 咱们从简单的开始 先说频率较高的词 第一个叫做deliberate deliberate 第二个单词叫做contemplate contemplate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单词 叫做 叫做这个 ru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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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单词 还有最后一个叫做ponder ponder 这四个词 普通这四个词都是动词 咱们从第一个词开始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deliberate deliberate deliberate这个单词 注意一下 它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 都可以 那么它第一个意思 如果作为形容词来讲 它表示什么呢 叫做故意的 叫做on purpose on purpose 那么形容词的第二个意思 就表示深思熟虑的 深思熟虑的 考虑好的 此起考虑的 这两个意思是紧密相连的 你看 如果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去做一个事情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故意去做 刻意去做的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就是仔细考虑 考虑的意思 它也搭配这次on使用 deliberate on something 两个词间 但这个词确实在考试当中 形容词用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故意的这个意思 一般会用到副词 叫deliberately 那么这咱们来去记一下 这个词 如果没有背过这词的东西 咱们看看怎么去记它 它是来自于前面 首先前缀很明显 第一 A t 动词后缀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天平这个词 就是libera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 那个叫做放纵 纵欲自由 那个词 叫liberteen 回一回 就是来自天平这个词 为什么叫仔细考虑 它常常就是 天平一个动作 你看 为什么叫仔细考虑 就是天平是干嘛 是不是撑东西的 就是去衡量一个东西 你看一个是玩 一个是学 你看孰清孰众 用天平 这个第一是一个加强 用天平去衡量事情 是来自于衡量这个概念 天平这个概念 所以引申为 叫做仔细考虑的意思 好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词 叫做contemplate 这是一个极物种词 注定在最前面 读一读 叫contemplate contemplate contemplate这单词呢 首先注意看 它前缀 C-O-N 后缀是谁呢 A-T-E 前缀是C-O-N 后缀是A-T-E 那么中间部分 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tempo这个词 tempo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 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词 tempo表示什么 叫做寺庙 那咱们应该听过 少林tempo 少林寺 当然这个有些人会说 这个跟那个冥想 仔细考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个tempo 除了表示寺庙以外 它还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做太阳穴 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看咱们有的时候 想动动的时候 想一想 动动脑筋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表示的意思 要仔细考 但如果说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词 有太阳穴的意思 就通过庙去想也行 你看整天在庙里的人 一天也是干嘛 念经冥想 沉思冥想 是吧 去顿悟人生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contemplate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一起共同像庙里的人 一样思考 在庙里思考 庙里冥想 沉思 所以这个词能通过 一个联想去记 ruminate这个词呢 也是个不极无动词 搭配on使用 ruminate on something 这要知道一下 这个怎么去记它 就通过一个拼音联想 就怎么想 想的都怎么的 叫做读三遍 ruminate ruminate 就想得入迷 用拼音去拼 想入迷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这样去记住 rumi 想得入迷 想入迷了 ruminate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ponder ponder这个单词呢 作为动词来讲 注意啊 它如果接 第一个可以接冰从 第二个可以接over 如果是不只有动词的话 就接over来使用 ponder over something 这个为什么叫做 仔细考虑呢 它是来自于谁呢 首先告诉我 它的后缀是谁 大家能看出来吗 后缀很明显是er 动词的一个 反复的行为后缀 那么它的前半部分 是来自谁 pond 大家看一下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pond 它是来自于 它的词源写的旁边 就是来自pond 就是来自pond这个词 注意 跟重量有关 er是一个反复的一个动作 er是反复的一个 但是来自于pond这个词 pond这个词 它就相当于是pond 后面加了一个er 是这样拍上这个词 你看 相当于就是反复掂量 咱们经常会说 来反复衡量一个东西的重量 就这个动作 掂量掂量 所以也叫做仔细考虑 也叫做思考 仔细考虑的意思 那么这里边 咱们把考试当中 主要考的几个词 都已经跟大家说完了 比较难记的是 第一个就是书上这个词 叫cogitate 第二个词就是想 入迷 ruminate 想入迷 入迷想 用天秤去衡量 仔细考虑 故意的 庙里的人冥想 仔细思考 最后一个词 反复掂量这个东西的重量 来自于bond这个词 也是表示仔细考虑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面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叫做 coltish 读一读这个词 叫轻挑的 不受管束的 难以管束的 就是类似咱们这个中学学的一个词 叫做disobey 大家学个这个词吧 disobey 就是不服从不服管的感觉 那么这个词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叫做小马似的 像小马一样的 大家看到这个后缀 还记得吗 咱们曾经给大家讲 我当然讲过一个词 叫做 叫做像驴一样的 叫做固执的 倔强的 叫做mulish 我还讲过一次 像牛市的吧 行情看涨的 叫做bullish 还记得这个后缀吗 后缀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具有什么什么的性质特点 那么这条既然叫小马似的 那它前半部分 这个colt colt呢 在它旧表什么意思 叫做小马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young horse 叫小马 马的意思 那小马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看刚生下来 让我赤壁的同学回忆回忆 咱们说那个 林志玲演的那个什么 萌萌站起来 就这种感觉 你看那个小马刚刚能站起来的时候 哇哇使劲跑 是这种感觉 你喊不住它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像小马一样的 什么特点 叫做轻调难管束 很不羁的这种感觉 放荡不羁的这种感觉 难以管束的 所以在这里面要知道 它是来自于前半部分 小马这个词 叫做colt 叫做colt 那么这个词 我们通过神续记 有这样的一组行进词 把它放到一块 第二个叫jolt 下一个词叫做molt 最后一个叫做dolt 把这几个词 大家放到一块出去 做一组行进词 第一个叫做colt 第二个叫做jolt 第三个叫做molt 最后一个叫做dolt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这组词通过谁去区别呢 按照咱们行进词的 归类区别的话 我们肯定就是要 通过前面去区别 因为这组词后边都一样 就通过首字母开头 去进行联想 这组词因为它没有 词根词坠 所以咱们只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 第一个就通过谁去记 为什么叫小马 就通过叫喊去记 你看那个马刚上来 啊那种感觉 啊这个叫做colt 喊叫的是小马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什么呢 先看这个词 molt这个词 molt表什么呢 叫做脱毛换雨 动物的脱毛换雨 鸟的换雨脱毛 这个叫做molt 这个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它前面去拼音 去拼毛毛 是脱毛 通过拼音去拼它 毛毛是脱毛 下一个词呢叫什么呢 叫做jolt jolt这个词通过谁呢 通过j去想 把j想成谁呢 想成journey 想成旅程 旅程之间的一个动作 叫什么 你看有的时候 我们要坐车出去旅行的话 沿途当中会怎么样呢 叫做呃 比如说说个句子 大家感受感受啊 jolt means to shake to shake up and down shake up and down 说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 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 说这汽车把这个乘客们 怎么样 shake up and down 什么叫做颠簸 啊叫做颠簸的意思 就通过旅行 记住旅行有颠簸 啊毛毛是脱毛 喊叫的是小马 最后一个 他是来自于谁 dolt dolt 他是来自于dolt dolt咱们都知道 叫呆板的嘛 这就来自于他 叫什么呢 叫做傻瓜 foo 啊叫做傻瓜的意思 stupid guy 想到这个意思 a stupid person 啊叫做傻 愚蠢的人 傻瓜 那么这一组词 大家穿到一起去看一下 这种短词 我给大家总结到一块了 这个我希望大家 当堂能记住这个词 多一多 mote 毛毛是脱毛 毛是脱毛 旅行 这一句里把它想到旅行 旅行有电波 喊叫的是小马 愚蠢的是傻瓜 dolt 来自于dolt 所以他来自于谁 每个词都有他祭词的一个点 抓住这个点 这个词就会有印象 被硬记啊 硬记着英文和汉语 它没什么联系的 啊 那么这个这个coltage 像小马一样的 我们说叫做难管的 不受拘束的 好 那么这一组词到这里不说了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combustible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啊 combustible combustible叫什么呢 叫做易燃的 啊 叫做易燃的 easily get burnt 容易燃烧的 啊 是吧 啊 容易被点燃 那么这里边咱们来看看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易燃的 首先告诉我 它的前缀是谁 是吧 很明显 com后缀是谁 a ible 啊 ible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就是谁 就是 bust bust的它是来自于谁的 你可以推倒第一步 大家如果认这个词的话 你就通过它去就行了 burst burst的什么意思呢 叫做爆炸的意思 砰 这样一个动作 说水管爆了 啊 这个叫做burst 第二个呢 这个burst它又是来自于谁 再推倒核心根源部分 就是来自burn这个词 burn叫什么呢 叫做燃烧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你看 就强烈这个意思 放到一起能够燃烧 放到一起能够燃烧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combustible 你这样想象 comburn combustible 放到一起能够燃烧的 这个叫做易燃的 啊 叫做易燃的 啊 易燃的 好 那么这里边我说一下啊 你看啊 咱们如果这个 学习物理化学的同学 你看看这个词你有没有见过 啊 叫什么呢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叫做spontaneous spontaneous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自发的 啊 自发的 如果我们叫spontaneous 有这样的一个词组 spontaneous combustion 就是我们叫做自燃 啊 spontaneous combustion 这是它的名词形式了 燃烧 啊 bustio 就把后缀还一下 abble abble改成 ibble改成 tion combustion 啊 叫做spontaneous combustion 叫自燃的意思 你看在夏天的时候 汽车会自燃 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指导一下 这个是个词组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表示跟燃烧有关 有哪些词啊 第一个词叫做inflamble 啊 第一个词 第二个词叫做 ignite 啊 ignite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样两个词 跟燃烧 亦然有一些关系 啊 我在第一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叫点燃 怎么说叫kindle 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点燃蜡烛 还记得吧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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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来看第一个单词 这个第一个单词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inflamble inflamble这个单词呢 大家切记一点啊 其实我说跟燃烧有关 大家肯定 肯定马上就会反映出 里面有个火焰 大家看出来吗 所以来自于flame这个词 但注意这个in 它不是否定了 你要否定是不亦然的了 注意这是一个加强 这个词还是翻成意然的 这个我可以强调一下啊 inflamble还是表示意然的啊 这个形容人的话 就翻译成 这人什么叫人意然 这人没怎么定的 火了先 叫什么呢 叫做意怒的 意然的或者是意怒的 都可以 叫inflamble 下一个单词叫做ignite ignite这里面是一个动词 记录动词 ignite也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点燃 燃烧点燃的意思 它跟kindle是同一词 它跟kindle是同一词 ignite 这个动词呢 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在国内考试 国外考试都是一个通考的词汇 但这个呢 也是它没有展开词 不太好背 它没有展开词 不太好背 所以这里面我也建议大家 通过一个联想去记 第一个你可以通过忽视去记 疏忽忽视大意 ignore这个词 你可以跟它其实有点相近的 ignore ignite ignore ignite 忽视了点燃了 没小心做实验的时候 你可以把实验试点燃了 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去记 ignore ignite 放到一块词记 或者这个通过读音的话 你就把它后面想成谁 你读 ignite 这样你想 后面把它想成一个夜晚 一个night 一个晚上的时候 7黑的夜晚 用蜡烛去点燃 点燃燃烧 你这样去想也可以 因为这个没有展开 只能通过一个联想了 一个night 一个夜晚 用蜡烛点燃它 你可以把这个I 想成一个蜡烛的感觉 你看像一个蜡烛一样 上面这个点 像一个火焰 这个一个夜晚 叫做点燃 所以这个点燃 大概有这样几个单词 大家呢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好了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commensurate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叫做commensurate commensurate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叫相称的相当的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叫equal 我们在基础词词大当中 大家应该学过两个词 相等的 一个叫equal 还有一个叫equivalent 大家看这个词 还没有印象 equivalent 也叫做相等的等价的 那么这个单词 为什么它也叫做 相称相当相等的 那么首先注意 它的前缀是谁呢 孩子们看一下 前缀是 COMD部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词的后缀是谁呢 是ATE 很明显 但注意这什么词性 形容词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 就是谁 就是measure measure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来自谁啊 measure的一个变形 measure咱们在曾经学过 叫做什么呢 叫措施 或者叫测量 尺寸 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叫相称相等的呢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就是共同的尺寸 你看咱们说 我这斜42的 脚也是42的 尺寸大小一样 共同的一个measure 共同的尺寸大小 所以这个叫做 相称相等的 那么这个单词 就解释完了 大家注意 多读一读commensurate 那么它如果在使用的时候 它搭配这词with的使用 commensurate with 这是这词的一个用法 那么比如说 我给大家说一个短语 大家看 比如说 与你工作经验相称的一份薪水 与你工作经验相称的一份薪水 说 accelary commensurate with your work experience accelary commensurate with your work experience 叫什么呢 叫做与你工作经历相称的一份薪水 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这里面大家看清楚 叫做相称相当 相称相当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下面看有哪些拍成词 给大家说一说 对不起 有哪些同义词 跟相等 相等相关的词 第一个词叫做tentamount 表示相等的词 第一个叫做tentamount 第二个单词叫做congurant 第一个单词叫做tentamount 第二个词叫做congurant tentamount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tentamount这个单词 tentamount的表什么呢 也叫做相等的 这个词大家抓住谁记记 这词比较难一些 读一读tentamount 这个词首先注意他记得是to tentamount的to 与什么什么东西相等 性质上的一种相当相等 这个词只要抓住他就行 数字 这个词 因为他本身也是表示数量相等 相称的 相等的相当的 抓住这个amount去记就完了 tentamount tentamount tentamount呢 它作为这个前半部分这个前置来讲 它表示的是as much as 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和什么一样多 但这里面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呢 你记也行不记也行 因为没有别的单词就这么一个单词 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无效的 这样的一个词跟解释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你就记住谁呢 就把它想成amount 记住抓住数字这个概念 记住数字相等 数字相等 下一个单词呢 叫congruent 就像一样在座的各位同学 可能好多同学 不但要考托福 可能还会要考GMAT J1或SAT 那么考数学当中大家注意啊 数学当中这个词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三角形全等的 用的就是这个词 叫congruent 大家读一读 全等的 一致的 全等的 一致的congruent 那么这个单词呢 怎么去记它呢 你看CON还是一起 因为相等嘛 肯定就不是自己跟自己等 肯定是一些东西放到一块 进行比较的 一起 ENT呢 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 中间这个格入是一个关键 它是来自谁呢 它是来自这个gray这一部分 它是来自gray这一部分 你看这里面是谁跟谁 发生了一个变形 u和谁一样 e 这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形 原因间发生了变形 它把这个a给去掉了 所以叫做 大家一起都同意 都同意的嘛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叫一致的 第一个叫一致的 达成一致这种感觉 叫congruent 但这个词造词的时候呢 不能三个一连写了 你三个一连写就没法发音了 你看你这个词要这样的 原封不动的写出来就完蛋了 看着特别别扭 很恐怖这样的一段条写出来 就congruent 不能这么发 所以就把这两个意义 变成了一个原因 u就完了 congruent 就大家一起都同意的 把gray写在下面 gray 叫做一致的全等的 上面数量相等 这个是共同的大小尺寸规格 也是相等的 那么这三个相等 补充在这里 三个比较难一点的词 好 下面我来看一下谁呢 看一下这个词呢 在这个托付当中 有一几个词 跟它是同一词 行进词 跟它是行进词 有点容易混淆的 咱们把它放到一块去背一下 第一个词 你看这叫commensurate 还有个叫做commemorate commemorate 下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consummate 我们有这样几个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commensurate 第二个词叫做commemorate 最后一个词叫做consummate 形容词的动词 好 第二个单词呢 比较好记忆一些 大家看一下 commemorate 读不读 commemorate 终于在第二音节 那么这个单词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中间部分 你看前后语还是比较明显 来自于memory memory就是那个词 记忆这个词 那么这个词就翻译成 叫做纪念的意思 动词 记忆动词 比如说 造个句子说 他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来纪念他的父亲 你可以怎么说 He established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commemorate his father to commemorate something or commemorate something 的纪念的意思 memory of 等于这个词组 in memory of 大家注意 它就来自memory 非常好记得一个词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consummate 这个词呢 既是形容词 又是动词 俩词性 consummate 前缀呢 这个注意啊 不是CUM了 是CUM了 AT动词后缀 中间部分来自于谁呢 是the sum sum大家回忆回忆 咱们知道叫总数 总和 总计 大家可以通过谁记忆 你把这个词 写在下面 就是summit consummate 你看这后面的发音 是很像的 consummate 现在咱们都知道 叫顶峰顶点 达到一个顶峰 峰值了 最高点了 那么咱们说 你做一个事情 如果做到top 做到最上面的时候 咱们就会说 哎呀这个事终于 怎么的呢 叫什么叫perfect 是不是叫很圆满了 叫做完美了 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指这个意思 叫做一起达到一个顶峰 叫做圆满的 完美的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呢 就表示使圆满 使完美的 完成一个事情 叫做to accomplish something perfectly 强到这个意思 叫做consummate 叫做consummate 所以用这三个词 大家注意不要混淆就行了 容易混的 第一个叫做 你只要抓住词源 你不会混 你抓住它最核心的部分 那这不可能会混的 顶峰完美 记忆就是纪念 尺寸就是相等相称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complacent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 complacent那边什么呢 叫做自满的 或者我们说叫做得意的 self satisfied 听下来的英文解释 self satisfied 这单词为什么自满的呢 现在大家自己敢说 看自己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词可能是跟哪个词 有点关系 首先你要告诉我 你看得看谁 能看整体吗 不能看整体 前后阵一定要去掉去看 好了 你把前后阵全去掉之后 你看这词应该来自于谁 有同学会说来自于地点 如果你第一反映出来地点 那就是词源没明白 我说过词源 追求词源的九个字 真谛叫什么呢 看读音 看拼写 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意思 你读一读place读音 第二个拼写 plac 最关键它的意思叫做 自满的 得意的 你看哪个词跟它讲的 最关键那个词也有一种 自满得意的感觉在里面 哪个词 现在又想出来吗 是不是看看 就来自于它呀 please please叫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满足嘛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就是表示满足这词 高兴嘛 I am pleased with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很满意 满足 所以它是来自它 原因 A变成了EA C变成了谁 S 大家看一下 A变成了EA C变成了S 是这样的一个变形 大家看清楚 那么 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这个compleasant compleasant 强烈的就是指 是高兴自满 就来自于这个 满足高兴这个词 那么 跟它呢 还有一个派生 就是谁呢 来自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compleasant compleasant 大家看一下 它俩是同原词 但它俩意思有一点点差别 你看还是后缀 这还是前缀 它也是来自于满足 这个词 也可以把please写旁边 这第一个是自己高兴 叫self satisfied 而compleasant 这个表什么呢 你看这是自己高兴 而这使别人高兴 叫什么呢 叫做顺从的 讨好的 顺从的 讨好的 叫做compleasant 所以这个词你怎么去记它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就记住长得比较顺眼 你看这比较顺眼的 PRAC在中间 这是表示自己高兴 自满的 这个呢 长得不太顺眼 但你通过读隐隐的判断 中间是个please在里面 这是谁满意呢 是别人满意 所以叫顺从别人 他就很满意 叫做顺从的讨好的 它的反义词就是固执 来再来一遍 固执怎么说 像驴语一样的 Mulish 是吧 Mulish 叫做compleasant 大家把这两个字放到一块 一个是自己高兴自满 另外也是别人高兴 讨好顺从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ciliation 注意它的读音 注意在第二阴级 conciliation 叫做安抚安慰 读一读 叫做conciliation conciliation 那么 咱们在以前学过 安慰这个词 大家再看一看 就是中学词汇是这个词吧 comfort 是这个词吧 comfortable嘛 形容词呢 前面部分是都有个动词 叫做安慰安抚的意思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把它的动词给大家写一下 叫做conciliation conciliation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安慰安抚呢 前后注意还是比较明显 con和ate比较明显 它的核心部位是来自谁呢 来自于中间这半部分 cil 它是来自谁的一个变体呢 是来自这个词的一个变体 好 就是原因发生变形 但这个词比较难记 难记在哪 就是因为它发音变了 如果它读成conciliate 就是conciliate 这个就比较好记了 但是可能和其他这个发音变了一下 这是I和A发生一个变形 就是说为什么叫安慰 就是大家一起都跟他说话 都给他打电话 call不着打电话吗 想一想你考试挂的时候 所有同学都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哎呀 明年再考 这种感觉 这叫做安慰你 没事 大不了从头再来 叫做一起给你打电话 这叫做安慰的意思 conciliate 读一读 那它下面还有哪几个词呢 对照举记 记一个不好记 咱们记一串 你看看 第二个单词 大家读一读 叫做reconcile 终于在这 reconcile 叫做reconcile 中间部分大家发现没 你看这一部分是不是一样的 看出来了吗 都是一起说话 这怎么说话呢 这是再一次 一起又说话了 这个词发生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restore harmony or restore friendship restore harmony or restore friendship 叫什么呢 叫做修复你的restore 恢复的什么呀 harmonie harmonie叫什么 和谐恢复友谊 这个叫做和解 它表示这样的意思 这个词一般用被动形式 跟谁谁和解 be reconciled with 想一想 有些同学可能是 跟你这个同学 这个这个大一的时候 打了一仗 大四大学四年都没说过话 这个要知道 就是到大四散火饭前 终于和解了 这个叫做 she was reconciled with her classmate 就是这种感觉 跟他的同班同学和解了 这个叫做再一次 一起又说话了 这个词比较好记 再一次一起又说话了 所以这个意思特别直接 就顺出来了和解 好了 最后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 super serious 大家看一下 叫做super serious super serious super serious这个词呢 词根在中间呢 你看在这呢 super表什么意思呢 叫超级咱们都知道 对不对 但我也说过 它位置表方向是哪 在上面 你看这怎么说 在上面说 这种在上面大吼大叫的感觉 记住我这个解释 在上面喊 你刚刚想一想 咱们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班长 在那讲台上 大吼大叫对你们 在上面喊 咱们就是会说 这班长也看起来非常怎么样 叫做什么呢 叫做傲慢无礼的 eal mannered 是吧 傲慢无礼的 在上面大吼大叫的 rude 是吧 或者我们叫做arrogant 对不对 都可以 叫做傲慢无礼的 在上面大吼大叫 傲慢无礼 再次一起又说话了和解 大家一起都给他打一个电话 这个都跟他说的话 这个叫做安慰 这个一共下面就是三个词 把它穿到一块去记 conciliate reconcile 不要忘记我说的 背单词必须要出声去读 一定要多去读 你这不读的话 肯定没影响 单词太多了 你总是读一读 总会对这个词赞到的 会有一点感觉 你不读的话 没有感觉 每天背单词量 特别大的时候 super serious 好 这种词到这里不说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condiment condiment叫做调味品 如果我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大家知道 我们在超市当中会看到 调味品一般会用这个词 用的也比较多一些 哪个词呢 用这个词叫做seasoning 就是季节那个词 季节咱们都知道season 但注意如果它作为动词来讲 就是表示加调料 给什么东西加点料 这叫season something 给什么东西加点料 加调料 ing之后变成动名词了 就翻译成叫做调味品 咱们现在吃的什么 什么什么王手一食三香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要知道一下 叫做调味品 叫做调味品 那么这个单词比较难背一些 为什么这叫调味品呢 里面有一个词根 说一下 这也是一个高级词汇 cond这里边呢 它在这个拉丁词根当中 它本身表示的是叫做hide hide叫什么意思 很多知道叫做隐藏 叫隐藏的意思 我们在第一天 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大家看还记不住这个单词 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 这样一个词叫做obscond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obscond叫什么呢 叫做潜逃 我当时给大家讲 我说ab放在c前面 加个s来平衡印记 所以这个时候 这潜逐应是abs abs等于ab表示的是away 离开嘛 远离嘛 C文我当时拿着拿这样去 我说C文把他想到一起 一起离开 一起躲了 这样就把地上躲 一起躲了 说这个叫做潜逃 一起躲 一起离开 但其实里面 当时我给大家说 我说这个词根 咱们后面会讲到 你看看 其实里面这个词根 跟藏起藏有关 这叫一起藏起来 藏起来并且离开 为什么叫潜逃 就是偷偷摸摸的 这种离开 是想到这样的 你看那个孙悟空 这个这个这个 掘倒这个人生果树之后 带着这个师父和师弟 这几个人 连夜浅逃 悄悄的这种感觉 就abscound的 所以这里面 大家看到condiment 这个单词呢 叫做调味品的话 他想到是藏在哪呢 注意 他是不是藏在这个里面呢 叫什么 菜肴里面 对不对 他想到是藏在菜肴里面 不能没有人说吃吃饭 咱们经常会吃饭 就会觉得 嚼起口 会觉得 哎呀 这里面放了咖喱 这边放了 这个这个咸盐 没有人说吃吃吃出一块咖喱 吃吃吃出一块 大粒盐 不会这样的 所以他想到是藏在菜里的 这个condiment 表示这样的意思 叫做调味品 如果你会觉得这样 通过词根不好记 你就记它阴阴解释就完了 先记seasoning seasoning condiment 是同一词 就完了 就是他想到藏在菜肴里的 这个词根下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这个词也是特别不好记 但大家还是必须要背 必须要背的一个词 叫做recondite 这词实话说 不是特别好记 recondite 大家可以看一下 recondite表什么呢 这个词叫做深奥的 难懂的 深奥难懂的 就是hard to understand 叫做opaque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不透明的那个词 echo跟水相反 opaque 可以写在旁边 opaque 难懂的 深奥的 这为什么要深奥的呢 你看这还是跟藏有关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词判成深奥的 那这是藏还是不藏 那必然肯定是藏起来的 所以这个re不能取向后 也不是相反 它取的是一个加强 就是再一次 反复藏 咱们说深藏不漏 藏得特别深 你看你生活当中 有没有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你根本看不出来 你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特别是当你看到 你的领导的时候 微微一笑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就是藏得很深 反复藏 叫做深奥的 难懂的 深奥难懂的 recondite recondite ebsconde 一起离开 潜逃 藏在菜肴里的 这个amientist名字后对了 这叫什么呢 叫做调味品 调味品 好 那么这三个词到底不说了 这个词跟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词根下面就这三个词 而且这三个词都是 高级词汇 基础词汇没有的 四六级词是没有的